这里面就是我们小学课本当中学到的颐和园 他比故宫还要大四倍 这可是当年慈禧老佛爷花了180个亿重新修建的 他的前身叫做清乙园 是乾隆皇帝为他的母亲甄嬛娘娘六十大寿送的生日礼物 悄悄地告诉您 颐和园里不仅风景美如画 号称是北方西湖 这里还有关押光绪皇帝的天子监狱 世界上最长的画廊 还有一块非常奇特的石头 虽然说他漂亮 但是没有人敢和他拍照 园子里还珍藏了一张慈禧老佛爷的真实照片 那么历史上真实慈禧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呢 今天就带您走进颐和园出发 这里就是慈禧老佛爷当年上朝听众的地方 看 人寿殿 人寿二字出自于论语 智者乐 人者寿 所以慈禧自认为自己是得志兼备的人 人寿殿的排院下边 高悬着慈禧亲笔手书的四个大字 大圆宝镜 从这四个字可以看出 慈禧的毛笔字还是有一定的功底的 在大殿里面还有一个紫檀相玻璃的九龙屏风 上面有226个不同写的寿字 是当年老佛爷过世的时候群臣敬献的 而且在大殿外面看一下有青铜龙 这个凤还有铜钢的摆设 按照中国古代等级的制度 一般都是龙在内 凤在外 但是这里您看慈禧命人把凤摆在了里面 龙摆在了两侧 咱们来看一下 原本应该象征执掌大圈的龙 他的爪子上不但没有抓着这个乾坤球 反而倒像是一个伸手乞讨的一个乞丐 那么这个凤的脚下 他踩的是莲花和海水江崖 寓意着江山尽在我的掌控之中 从这么多的细节当中 咱们可以看得出来 慈禧对权力的欲望和野心是非常的大的 这里就是天子监狱了 玉兰堂 慈禧为了权力架空了关系 让他成为了真正的傀儡皇帝 结果一心想要违心变法 执行新政的光绪皇帝却失败后 被慈禧关押在这里了 这一关就是十年之久 在这期间慈禧因为怕光绪皇帝会逃跑 于是把两侧的川塘里面 分别砌上了一堵墙 只留下了正门 派人严加看官 就这样一关就是十年的时间 失去了自由的光绪皇帝 抑郁成吉 可是在他生病的时候 慈禧不但没有派鱼好好来诊治 却命人送来了两口香钟 放在了屋子里面 您说这看病人哪有送钟的呀 送钟和送钟是谐音 这不明白的 判光绪皇帝早点死吗 这个时候多亏了聪明的真妃 他知道这个事之后 为了化解 慈禧恶毒之心 命人送来了两个景泰兰的花瓶 摆在了中间这样呢 就有了终身平安的说法 这就是慈禧老佛的真实长相 你看他晚年了 依然呀是风韵犹存 气质非凡 左手呢拿着梳妆镜 右手呀拿着金钗子 正在呢梳妆打扮 老佛爷每天呀都会精心的打扮自己 至少呢要花费两个小时时间 他为了满足呢 他的一己私欲 每天会浪费大量的天然珍珠粉 磨成粉之后呢来敷脸再做个面膜 并且呢他为了保证自己啊 青春永驻 容颜不老 而且呢他从来都不喝白开水 那么喝什么呀 他只喝人奶 还必须是容貌端庄的 且没有任何毛病的 生过两个孩子的妈妈才可以 刷牙的水呢 都是宫女啊采集来的露水 奢侈方面 如果慈禧排第二 谁也没人敢说第一 据说慈禧呢一年呀 用来文味的苹果呢 就要用掉十五万八千个 洗一次澡呢 用毛巾呀 要一百条都是香筋边的 一顿饭呢 也要吃上一百零八道菜 而且分成三桌 天一桌 地一桌 自己一桌 就是因为他的穷舌疾欲 才导致了本来就江河日下 日伯牺牲的清朝 逐渐走向了衰败和灭亡 这里呢就是当年老佛爷 住的地方了 乐寿堂 在乐寿堂对面这里啊 有一个巨大的石头 它可是颐和园里边 最有名的石头之一 叫做败家石 它的长度呢 是6.8米 宽是2米 高呀 大约3.4米左右 这么好的石头 那为什么叫做败家石呢 据说这块石头呀 是来自于北京的房山 后来呢 被米万中所发现 他非常喜欢 当时呀 想把它运回自己的家中 于是呢 雇了很多的民工 来修路啊 打井啊 想着呀 冬天破址成冰 把它运回来 那么在运送石头 一半的时候呀 出事了 米万中家里边呢 家财散尽 从而有了败家石的优来 您可千万要记住了啊 您来到这个院子的时候呀 千万不要和这个败家石 来合影留念 另外呀 这个院子呢 是非常有讲着的 慈禧呢 小名叫做兰尔 所以呀 他特别的喜欢玉兰花 这个院子呢 种了几棵玉兰树 而这边呢 还有海棠树 组合起来啊 叫做玉棠户贵 乐棠门前呢 那里呀 又摆了六个青铜器 分别是鹤鹿 还有大花瓶 每一样呢 取它的首字谐音 这个就叫做六合太平 房子两侧呢 还有两棵呀 这样的柿子树 而且呢 这叫做事事如意 柿子一定要栽两棵 因为民间啊 有这样一个说法 说呢 种一棵树子树呀 叫做一事无成 那么重点来了啊 那个就是慈禧老非的卧室了 我们看一下 那里边的桌子跟椅子呀 人家呢 用的都是尘箱木制定制的 而且呢 比基斯纳木呀 可要贵重了很多很多 那么自古以来呢 就有一两尘箱 一两斤的说法 桌子两侧呢 还有一个像绣桃形状的 黄铜顶式香炉 这可不是用来 这个熏香的 它的盖子呢 可以打开 在里边呀 放上各种水果 让水果的清香呢 自然散发出的香味 来满足慈禧鼻子的欲望 这里就是颐和园当中 最漂亮的长廊了 也是破世纪 吉尼斯记录的 最长的画廊 上面呢 一共有 一万四千多幅 苏式彩绘的画 有民间的传说故事 花鸟鱼虫 亭台楼阁 四大名著 等等等等 当年老佛爷啊 讲究饭后呢 要百步走 活到九十九 所以经常呢 来到长廊里面散步 那可真的是 人在廊中走 神在画中游 非常的享受 而整个长廊呢 又是万寿山 和昆明湖的一个连接点 看昆明湖最中间呢 南湖岛呀 连着最著名 最漂亮的石漆孔桥 加上前面的这个阔如亭 这三组建筑呢 从空中俯瞰呀 特别像一个乌龟 在这镇守着昆明湖 那乌龟呀 它呢 有着万年之寿的 所以说呢 在这寓意着 皇帝的寿命啊 还有江山 都能够长寿之意 那么在这里呢 牧子呀 也祝福看到这个视频的您 都能够福寿安康 万事如意 对